最近换季工作又开始忙了 我们明天要去湖州出差两三天时间 然后杨哥说他最近不太忙 要照顾一下果果 果果这两天就跟兔兔一块睡了 果果在人家那个怪一点知道吗 别调皮捣蛋 最近小孩不知道为什么都喜欢玩这个萝卜刀 果果也非要一个 今天的尴尬手道 高兴吗 爱不释手呀 现在你们班是每人都有这个还是 我呢 这个我呢 果果这萝卜刀还买了两把 说明天送铺铺一个 现在这个小孩感情都还很细腻 你买玩具的时候还记得你的好朋友呢 是吧 想的还挺周的 给果果收拾了两天换洗的衣服 收拾完果果的衣服 现在装我们俩的行李 感觉这个行李箱今年使用频率太高了 基本上每个月都是 第二天送完果果直接去高铁站 我们上火车了 看看小月 一上车就要睡觉 拿着我的衣服当振脱了 早晨起的有点早 不午觉 下午还有工作 养精蓄锐 我媳妇在火车上睡了一路 现在精神了 我就睡了一个多小时 湖州的天气也特别好 朋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到要住到宾馆了 我媳妇肚子饿的已经不行了 现在都快三点了 先吃饭 吃完饭再去他们那个基地去对街 酒店旁边有个饭店 有两个香菜 饭店菜还挺方便 但是吃什么 我想吃个这个小炒肉 这小炒肉看上去不错 符合我媳妇的口碑 我就是酸辣土豆酸 我们北方人偶尔来南方一吃饭 还有点不适应 夹两碗米饭上来以后是一桶 我们现在已经到主播场地了 看看我身后 看上去就跟一个大商场一样 今年他们秋冬做的款式特别多 我觉得他们家今年做的 亲子卫衣特别的好看 款式和颜色特别多 而且还有加融的 刚刚我们的主播 给我介绍了一下明天的主推款 感觉这个秋冬做的都太好看了 这是亲子装 然后现在季节北方有点冷了 然后他们还有好多加融的款式 这里面的融做的也特别细腻 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像这个男童女童的都有 然后还有裤子 加融的背裤 尤其是我特喜欢这种亲子装 一家三口出街的时候 看上去特好看特漂亮 炸街 然后像现在这个冲锋衣 还有那个加融的里面 这边的这个棉服 这边款式特别多 这边就是主推款 然后那边还有更多的款式 然后这边还有加融的有点酷 一镜到底转着拍 然后这边 像这个加入的棒球衣 把这绿色的棒球衣拿出来看一下 你给大家随便拿一个棒球衣的那个质量看一下 这个做工细节看一下 看看这个卫衣吧 面料 然后里面的内衬 刚刚呢 我从这边两百多个款式里面 精心挑选了七八十个款 我觉得质量啊 价格都特别合适 明天呢 我们大概从早晨九点 就估计一直播到晚上了 可能除了中午 跟晚上吃饭的时候休息一会儿 所以大家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 记得过来 可以直播间里来挑挑 我媳妇刚才忘记说聚起日子了 10月13号 也就是礼拜五 我们从早上开播 那明天直播间 见 拜拜 不见不散啊